黎智英的逼迫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黎智英干的所有这些勾结外国势力 剥坏香港已经好多年了 从战中缓修力到现在 市民的眼睛都非常卸亮 黎智英呢 支持黑豹 支持港独 支持颜色革命 他是这些反动势力的幕后最大的金主 香港市民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国安法依法代表李智英 真的是大快人心 李智英集团和李智英的报团 长期以来 欧害香港 一直缓中乱港 换了罪行雷里的罪行 他们呢毒害香港的青少年 应该是清算的时候 国安法实施以后呢香港就很快区服了平静 香港市民也享受到这个生活的自由 那么国安法颁布以后呢 香港政府官员的讲话就充满了几次 那么香港市民对香港的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通过国安法以后呢也成立了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 那么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以后呢 也与警察赋予了很多的潜力 所以我对香港的警察充满信心 在李智英的带领下 在国安法颁布底下 我对香港今后的这个计划季度也充满信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